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知道你们每一个都是经过甄选进来的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无可取代的 叫下一个 王沐宏 我知道你的名字 我要Google 有没有前科 目前还没有 是你很有魅力的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网络上有一些对你的诽谤 你不可能天真的以为别人什么都不知道 不可以 我不知道你都说了什么 在我还没搞清楚事情是怎么回事 以前你们不要见面也不要联络 你可以听你自己心里面的声音 他会告诉你你想要什么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都在想什么 要为了一个背叛你的男人 你已经失去一个朋友 假如还要放弃自己相信的事业和理想 我为你不值 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上你教授了 我不会让任何人回到这个家 每个人都在逃 大家好 欢迎收看《逸想世界》 我是张凯英 由代理人导演 与四大女星主演的国片寒蝉效应 即将与观众见面 今天很荣幸 邀引到导演王维明 来到现场 我们分享导演 你好 欢迎来到《逸想世界》 各位观众好 我是导演王维明 导演寒蝉效应 你其实是来自俗燕嘛 就是静若寒蝉 然后后来也变成一个法律用语 所以为什么选定他做你的片名呢 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 我们碰到困难都会退缩 每一个人 人性使然 这并不是你特刻意要去躲避的 那我们经常会觉得 有很多事情 我们不想说或不敢说 慢慢的我们就不去面对它 我觉得这像是一个寒蝉效应 我们自己身在其中而不知 那在这个故事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面对到这样的问题 碰到的问题 他的选择是什么 等到问题的癥结 开始一个一个爆发出来的时候 他又要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那当然在这部片里面 就像我刚刚说的 他是一个很考验人性的一部电影 那我也希望透过寒蝉效应的这个名字 让大家很深入浅出的去了解说 这是一部有内容 有主题的一个想法 我们可能在谈很多 我们面对问题时候的一个选择 我们在探索人性的一个边缘的界限在哪里 然后希望透过这样的一部电影的故事 可以带出一些好的正能量 让大家有更积极的一种 面对自我的一个态度 其实这个故事线 大家都会觉得乍看之下 有一点复杂 对不对 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样子的故事 这是一个校园事件 当然这校园事件 我们也可以把它界定为是师生恋 在这个师生恋当中 我们其实真正要去探索的是 为什么他们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恋情 而或者这个恋情 他本身会带给大家 在此刻有什么样的震撼 这个教授是戴艳人主演 他是已婚的 音乐系的教授 教授对 那他过去在八年代 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风靡的一个学运领袖 野百合学运之后 跟他的太太选择离开台北 似乎对政治有了一些 看开的一种感触吧 想要远离这些政治的纷扰 可到台东之后 他们并没有真正如他们心里面所想的 他们也面对未来 他似乎也没有太多的期待 所以他在台东这样的一个地方 他可能变成了一个 在他的小小的堡垒中 他有一个很很跋扈的一个生命状态 跟生活方式 那这个学生跟他产生了一些关联 而这个学生他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真的不敢说了 我想这个是在社会上也很贴切很真实 就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 当他不敢说的时候 而又对你造成巨大的伤害的时候 在戏中扮演辅导师的王老师 是周又廷扮演 周又廷 他就找了他二十年前 在嘉宇女中一块最好的一个闺蜜 然后来帮他辩论 当然他们两个之间 也有他们两个过往的一些 一些困扰跟挫折 这份友情在这一次的事件中 重新拾毁了起来 但是也付出了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 他们如果早一点面对自我 心里面的那个寒蝉 不要隐隐地作祟这么多年的话 可能有很多的问题 是不会累积得这么深的 林律师是李教授的太太 她是由贾靖文扮演的 那贾靖文为了要保全一个家 所以她后来她甚至能够站出来 为自己的丈夫来做辩护 那当然在法庭上 女人之间的同情 法律之间的黑白之间的一种对抗 然后还有正方跟反方之间的一些攻防 跟站在自己利益上面的一个维护 她就造成了很多在戏剧上面也好 或者我们刚刚讲 在角色的冲突上面也好 就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戏 跟我们去讨论 对 其实在台湾电影里面 真的很少能够看到法庭戏的这一块 这次寒蝉笑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导演刚刚就已经说了 我们的演员阵容非常坚强 就是有代理人导演 还有四大女星 就是刚刚说的周又廷 贾靖文 徐若轩 还有我们的新生代演员郭采杰 导演觉得在这部片里面 可以看到跟他们过往不一样的演出吗 首先我觉得电影它最大的魅力就是 每一个人他在处理一个角色的时候 如何用自己过往的经验 然后让一个新的角色有一个很强大的新生命 在这一次的角色里面 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就是他们都做到了 我相信彩杰在在白白的这个角色里面 他历经的那种心理的剧痛 他是必须要非常深刻的去体会 在剧中人白白的一些生命的状态 包括他过往原生家庭所给他的一些挫折 那彩杰在拍片的过程中 把所有其他的片约都推掉了 在他没有拍片的时间 他也待在剧组里面 甚至就待在花东地区 然后他也愿意花时间去熟悉那个角色 也愿意花的时间去熟悉 跟他相关的其他的演员跟角色 那我觉得他这一次最大的不同是 他让一个易碎的 一个勇敢的 一个很青春的心灵 让我们看到非常的同情 也非常的佩服 那我觉得这个不单单是角色本身的魅力 也是演员所给予他的 Vivienne 徐后萱 我们都对他太过熟悉了 就他漂亮 他很有魅力 然后甚至于他的甜美是风靡的 不知道多少男性观众 甚至女性观众都非常喜欢他 那在这个片子当中 我要让他演一个是非常非常干练 而且是非常势快的律师 那最主要也是希望看到这个律师 从一个势快的的一个边缘当中 重新找回了他心里面 对于帮助弱势者的这个 这个真正的热情跟感动 这份力量我觉得在Vivienne身上 他表现得太令人惊艳了 因为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富有同情心的人 可是他在事快的那一面的时候 他变得非常冷酷 甚至于说是让别人很嫌恶的 一种表演方式 然后以及他在专业感上面 他又要让大家觉得 他不是过往的Vivienne 是真的就是这个方律师 所以他投注了非常多的时间 跟我一起上表演课 读法律的书籍 然后以及在拍片之前 每一次拍片之前 他都做了密密麻麻的笔记 然后可以把台词记得非常的熟 然后把自己很放心地 交给我跟其他演员 在每一场戏里面来做互动 我觉得这个经验是非常大 甲敬文在电视圈里面 已经是一等一的好演员了 那这一次拍戏 我特别对他的电视的表演方式 做了很大的纠正 但那不是对与错 而是我希望在我的电影里面 大家在这么高张力的一个戏剧里面 如何有写实感 但却又有很强的一个戏剧感 戏剧张力 就是这个戏剧张力 所以我很要求他们在表演的时候 那心理状态要极为写实 跟极为厚实的 那这个在他们的电视作业当中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当然他扮演这个角色 为自己的先生辩护 也同时要挖掘他自己人生中的一些痛 那这些痛他怎么转换给角色 我看到是一个非常勇敢的甲敬文 在这个戏里面 用他的很大的一个包容力 和他表演的专业的能力 以及他的热情 就他愿意参与这样的一个电影的热情 然后给我很大的震撼 又婷也是一样 我觉得他在电视电影 在其他的电影或电视上面 已经非常非常有好的表现 那这次他能够来演王老师 然后之间跟Vivian 扮演的方律师有这么多人生的 错终复杂的一个旧情的一种纠葛 特别让人惊艳我觉得 那他还为了这个戏 把长头发剪掉 剪掉了 有了很多年长头发剪掉 他也为了这个戏 然后去改变自己非常多的口条 就是在念台词 或是在表演时候的一个表现方式 我觉得太多了 我现在只能挑几个重点来谈 重要的来谈 的确是 我觉得在这个戏当中 每一个人的表演 都可以说是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那我也希望不负众望 就提供给大家 呈现给大家一个很精彩的电影 是 我们知道面对这样的困境 下一次拍电影的同时 我们应该要思考说 在台湾的电影圈的这些工作人员 我们互相之间能够 能够可以累积出什么样的经验 可以让他一代一代的可以传下去 这个Generation是很快的 他并不是一代二三十年 不是 每一年都会有心血进来 戴力人导演 他演的是一个就是被告的角色 对不对 里面有非常多的挣扎 跟就是很多的不同的他的面向 导演觉得他这次的表现 跟他过往有什么不同吗 立人他的个人魅力是极强的 即使在他的生活的时候 也许他很安静 但他的个人魅力是非常强的 那我觉得他给这个角色一个非常厚实的稳重 这一份稳重 他的确是从他的表演的能力 跟他生活的那种自信而来的 那他过往的角色 可能比较多都是在情绪上面 很容易有比较大的 爆发性的 对爆发性 或者说他在拍的其他的一些角色的 有的状况 有的古装 然后有的是跟一些动作相关的 那这个戏是他非常内敛的去承受一个中年的男子 在面临这些困境的时候 他自己做了什么样生命的选择 这个挺 这个让我感觉非常动人 导演觉得这次拍片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呢 困难以现在来回想都变成学习了 那一份困难跟现在的学习就是 就是在台湾拍电影 我们仍然有非常多的时候 是没有把前辈的经验 转换给后辈的 所以我们在这部戏里面 最大的困难就是 不停地要带着剧组 然后去执行一个 可能对他们来讲是经验不足的事情 那还好 我觉得这个戏还好 有几个重要的人在 一个是监制薛晓明 他经常会来关心 那另外一个就是摄影大师李平平 李平平 他在那边一做 很多时候 问题就因而而解了 那个是一个个人的经验上面的魅力 也是他个人可以给大家的一种鼓励 那我觉得幸好 幸好有徐晓明导演 跟李平平摄影师的在 那每一个较年轻的经验不足的工作人员 都可以迎而而解很多问题 但我相信 我们知道面对这样的困境 下一次拍电影的同时 我们应该要思考说 在台湾的电影圈的这些工作人员 我们互相之间能够 能够可以累积出什么样的经验 可以让他一代一代的可以传下去 这个Generation是很快的 他并不是一代需要二三十年 不是 每一年都会有心血进来 对 可是这个心血 他需要跟着一个很好的工作模式 他的进步跟他的专业性就会提高 专业性提高了 台湾电影的爆发力跟未来的前景 我是非常非常期待 是 其实韩禅孝英讲的是爱情的残酷面 对不对 就是有关于信任跟背叛之间的相对关系 导演希望这部片带给大家什么样子的思考呢 我觉得人性是需要探索的 那他不应该是非常形而上的 人性的探索应该是回归到我们 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 跟我们现实感非常靠近的这些人事物环境 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面对了什么困境 然后他们怎么经历那些困境 他们即使受了无限的挫折 伤害 可是到最后他们还是要走出一条 他们往前继续的路 我觉得 那我希望探索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能不能够从别人的故事当中 看到我们自己在面对自我的时候 也能不能够去理解自我是什么 我们面对的那个困境是什么 因为有了困境的面对 你才有解决方法的机会 懂得解决方法了 你到第二天太阳再升起来的时候 才会有一丝丝的机会 让你有更多的正能量 不是吗我们这个社会跟人性 的确是需要这一个 不包括是台湾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需要这一个 就是在四年前 我认识了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专业的律师 其实也是一个公益律师 那他人生在那一刻的时候 陷在一个感觉挺挫折的 一个状况里面 那后来我发现 那个挫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 他面对的这个案件 当他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心里面突然很大的震动 当下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就突然跟他讲说 我要拍这个电影 讲正能量 其实白白在这个电影里面 是一个很关键的灵魂角色 我们刚刚也有谈到说 就是英文片名 sex appeal appeal其实也是有上诉 自诉的意思 就是白白要为自己去争取 他应要有的一些法律上面的一些权益 那导演就觉得 离开电影圈 这么久之后的电影长片 你觉得他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呢 拍电影是一个很漫长的路 如果你把电影真的当作是一个非常非常 人生陪伴的创作的话 我觉得那是我在我现在四十七岁的人生当中 我能理解的这个世界 我能理解的这些人事物环境 所真实可以存在的状态 也是我想探讨的 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 我把某一些关乎于人性的一些挣扎 或者我们给予他在挣扎之后的一些机会 然后他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给观众 就是在四年前我认识了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专业的律师 其实也是一个公益律师 那他人生在那一刻的时候 陷在一个感觉挺挫折的一个状况里面 那后来我发现那个挫折有一部分 是来自于他面对的这个案件 当然他并不是方律师的原型 是 因为方律师是一个试快的律师 而我的这位朋友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心 然后是一个做了非常多妇女救援的一个公益律师 当他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心里面突然很大的震动 当下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就突然跟他讲说 我要拍这个电影 他吓一跳 那因为他 他也 不是在电影这一行 他也非常有意思 他说那恭喜 导演你一定要拍出来 等我拍出来之后 我后来问他 我说你真的觉得我那一刻说要拍 你觉得能拍出来 他说是 我看你的那个眼神是突然有好大的一个力量 我当时想要做一个事情 这个是他后来在回忆的时候告诉我的 哦 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导演 你是师辰杨德昌导演 是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苦领街少年杀人事件 您都参与过 在这么多年以来 还是没有忘记电影吗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的电影梦是什么样子的梦呢 是 我其实会离开电影也跟杨导有关系 因为 在做一一的时候 在开拍之前 我就跟杨德昌有信任的问题 我就离开他了 我那个时候对做电影 尤其是做当时 或现在也是 所谓的艺术电影 艺术电影 是有非常大的执着 但是却很茫然 那 当我发行完 就我做监制 也是做出品人的 7-11之恋之后 我觉得 我完完全全 是一个不懂得做电影的人 所以我就决定离开了 那 当然很幸运 就是在做广告的这个路途上面 我的努力也得到了很好的回报 所以我觉得 人生就等一些机会吧 我觉得时间到了 然后我们的能力也充足了 那真正要开始做电影 我觉得也不能说回来做电影 就是要开始做电影 开始继续做电影 这一刻 我们可能所拥有的潜力 就会比过去要高很多 那这个是我 我最大的期望 就真正开始做电影 电影跟我人生的关系 从现在开始到未来 都是可以在一个很创作性的 然后很关怀的角度 很探索的角度来做电影 所以导演觉得自己可以接下来再拍什么样子 因为台湾电影其实有分很多种不同的类型 导演觉得你想要在哪一块再继续经营下去呢 我可能前三部还是会拍比较有主题的电影 也会跟我们社会比较相关 但不一定是现在是 也可能是过去是 那我对社会有我的观察 我对社群也有我自己的理解 我希望对话 我希望透过电影来对话 这个主题所辐射出来的社会对话 人群对话 也可以跟看电影的观众对话 所以为什么我很感谢这一次这个影片中的代理人 贾靖文 许若轩 郭彩杰 黄远 这些明星来帮我 就是他们让这个对话的力量增强了 增强了 因为电影不能忽略它 它还是有一个观赏的乐趣跟娱乐性在 对 他们的加入让这个对话的力量增强了 他们的加入也让这一个对话的空间增大了 那这个是我未来会继续走的路 嗯 导演 最后想要请问导演 你希望韩禅效应可以跟台湾观众做 或是国际的观众做什么样子一个交流的对话呢 呃 做韩禅效应 呃 一开始我们就非常有信心 这是百分之百要靠我们台湾的故事 人事物环境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所创造出来的电影 我们做到了 嗯 那现在这部电影也非常幸运 我们有机会可以在大陆地区做发行 发行 然后我们也非常高兴 就是我们我们的第一个国际影展 釜山国际影展 嗯 是一个非常棒的国际影展 我们入围的竞赛 嗯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可能会从釜山再往国际 往下走 对 希望台湾的观众 能够真正的关注这部电影 嗯 然后进来看 如果你觉得好 然后可以再介绍别人来看 嗯 我会希望更多在台湾的观众 来看跟我们环境相关的 人事物环境 嗯 更有贴切感的这部电影 嗯 告诉了我们 我刚刚谈的那些自我是什么 嗯 或是透过这个故事啊 我们得到了 从电影里面得到的些许的 的正面的一个能量 能量 想法是什么 嗯 那今天非常感谢导演 帮我们分享寒蝉效应 谢谢导演 谢谢你 谢谢